T31,珍珠港,南京等等这些词条就冲上了美国的热收 现在在外网上的那些老外们 只要看过并得知这段历史之后 无不震惊 最近我在追一部剧《哈尔滨1944》 大家还记得美国一部叫《莫本海默》的电影吗 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 美国向小本子投了一割大蘑菇 这部电影在小本子上映的时候 他们全都是指着美国对他们进行的侵略 其实不是小日的庄长 而是他们真不知道这段历史 具体原因想必大家也是懂的 不光是他们不知道 美国也其实没几个人知道 就在网上开始恶补 导致那段历史一系列的什么关于T31 珍珠港,南京等等这些词条 就冲上了美国的热收 油管上相关视频播放量也都是很高 随便输入一个关键词 一堆视频就是大几十万,上几百万的播放量 看看吧,现在连老外都开始去了解这段历史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不知道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不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里的父母还有长辈都会给我们说 像我老公他爷爷的弟弟 当年还很小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就是死在小本头的手里 那时候的电视剧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电影电视剧的题材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还看过完整的七三一电影 试问现在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有几个看过 他说也是因为怕过于残忍吧 担心孩子接受不了 只是轻描淡写的提了一下而已 那么王远了想一直这样下去 对于这段历史以后肯定是老外不知道 小本子更是不知道 最可怕的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而杨幂作为一个流量明星吧 他拥有着非常多的喜欢他的年轻一代的粉丝 用他的影响力在影响着年轻一代人 去了解这段沉重却不可以被遗忘的历史 所以不管有多少网友批评杨幂 在这部剧中的演技如何如何呀 演得让人看不懂啊 对于演技我是个外行 我没有资格去评论 重要的是这部剧 剧情本身的价值 跟七三一的原片相比 哈尔滨1944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非常委婉了 但是看的我真的是都是这样子的 大米是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 而武昌大米作为哈尔滨的特产 你敢相信在维满中国小本子规定 我们中国人是不可以吃大米 甚至连面也不可以吃 如果有违反 有可能将会面临用刺刀挑开肚子 还有在剧中那个叫田野 他说了一个捕蜀行动 他把哈尔滨的平民称为蜀 他们要大肆地抓捕那里的人 去做人体实验 包括年轻人老人还有妇女 就连婴儿也不放过 现在在外网上的那些老外民 只要看过并得知这段历史之后 无不震惊 但也有人会惊讶到 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 不相信没有关系 就在这几天 我看到有新闻说是 731的罪证陈列馆 又添加了新罪证 并向大众公开 随着铁样的证据越来越多 再嘴硬也无济于事 从1931年到1945年 被小本子残害的地区 涉及到我们全国20个省自治区 一共造成了至少3500万人的死亡 我们现在美好生活的背后 还有这么一段沉通的历史 我们这些后辈们 谁都没有资格选择去原谅和遗忘 我看到很多网友说 只要你敢看哈尔滨1944 你就会被网报 即便这样 我觉得我还是想说 我就是觉得这部剧 非常的棒 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不敢看 那个731的原片 那么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哈尔滨1944 我们中国人都应该去看看 因为铭记历史是我们应该做的